老师神盾切入intel 那那么多档个股 老师有追看好谁吗? 对神盾集团 总共大概有六支股票 那其中有一支安国 他目前的现行 是表现相对强势 而且他基本面呢 又有未来有转型成为IP公司的这个利多 可以留意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急诊室 我是阿丽丝 欢迎我们万通国界的远中林分析师 老师好 阿丽丝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AI股落底反弹 然后神盾集团还打入intel 那里面到底有没有黑马股呢? 对 我们来看神盾集团 好久没有跟大家聊神盾集团了 那他的灵魂人物 就是他们的这个董事长 罗生州这集团的 那神盾集团包括有哪些人 包括神盾 安国 安格 星鼎 迅捷 跟金向光 好多 这些公司 好 然后这个他们的这个董事长罗生州呢 他去年年底他曾经说过 他们要共同抢进AIPC 还有AI伺服器 然后呢 他这个口出狂言 就是说三年营收要翻倍 五年要翻两倍 哇 好敢说 对 那个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呢 这个就是标准的成长股 如果他真的做到的时候 这个就是标准成长股 那这个成长股再加上他们整个集团 我IP发展的这个股价呢 是 翻腾上去 对 想象的空间非常非常的大 好 那他怎么做呢 他说布局各式的感测器 传输技术 影像处理器 AI应用 然后搭配的 搭配Intel AMD 微软 主导 AIPC在 NPU 就是所谓的神经网络 还有硬体架构 的end to end 端到端的AIPC 然后这次 最新的新闻呢是 Intel他发表了这个高地3 高地3的这个AI加速器 那这个AI加速器 其中有一个供应链呢 就是神盾他扮演 他提供小晶片生态系统 还有资料库 就是所谓的UCIE 这个小晶片连结 然后还有罗金连结的互联的 这个die to die IPC制裁 所以这个呢 又让人家想说 真的 这个神盾呢 还有这个其他的公司呢 他们并不是说 这个空口说白话 他有开发一点什么东西 对 真的有在做 而且有业绩拿出来 好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神盾集团他们 去年交出的这个成绩单 还有三月营收 我们看 哇 真的 我们讲说股票炒重 最重要是题材 那题材 一出来以后呢 到公布财报的时候呢 就是营收 营收的时候 如果不好的时候就盘整 那如果营与又不好 那股价就会下跌 所以这股价炒做了三不齐啊 好 那神盾集团呢 我们一看 哇 真的是不忍足堵啊 他们去年去年的这个所赚的钱呢 每一家公司都亏损 每一家公司都亏损 只有一家公司呢是这个叫什么迅捷 迅捷赚了1.5元 其他全部是亏损的 好 那话讲太满了 对 所以他们要彻底的改头换面 好 那我们在看他的这个三月营收呢 三月营收表现比较好的是安格 他的年成长 成长112% 其他也都是衰退 所以他们一月营收也没有 没有可以值得称赞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这个从三月四月五月 他们的营收会不会持续成长 是不是像他的这个执行长所说的呢 他们的要翻倍翻两倍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来检视他们的个股 神盾他因为他并购了这个前瞻科技 那前瞻科技他是做什么呢 他是做IP元件的 这个高速高速接口的IP 然后这个他本身就是全球的两大指纹辨识器 所以他现在的股价呢 在这个220到300块之间呈现横向整理 那目前这个股价仍然是相对的没有那么差 就是说他目前还在季线左右 还在这边盘整 所以他现在如果说这个Intel的这个利多呢 对他的股价可能会有帮助 就是他有希望 再往这个相形整理的上员再往上供 这是神盾集团 如果说他可以往上供 供到这个320之上呢 那他股价会更强 那安国 他入主了新核半导体 然后他也是要彻底转变为这个IP的公司 客制化一些IP公司 那我们看他的股价呢 他的股价是这个他集团里面 相对最强的就是说他目前的股价是站在这个季线上面 然后来到相形整理的上员 感觉上好像要突破了 那因为安国他也就是以后他就是一个标准的矽资财的公司 那如果说真的像他们这个董事长讲的呢 那未来这个他的这个股价呢 有希望往上突破 突破这个平台就会更强 安格他目前的股价呢 来到这个支撑区 也是在相形整理 那这个他是做这个视讯转换的单晶片 那他也是 细子台的公司 那目前是在这边整理 就是还在相形整理 那他股价要转强的时候要100 站上105才会转强 那迅捷呢 他的股价比较弱一点 他来到了这个前 之前的这个支撑区 AIPC的概念股 键盘控制IC 那那个股价稍微弱一点 那而且股价比较低 现在来到的这个支撑 那已经有4天没有破低点 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短期的这个底部 他心底他也是一样 是来到相对的低点 来到这个支撑区 他有很多的这个IP细致财 他延染心思的前总经理 当做他们的这个执行长 他有ASIC还有这个IP 所以他未来也是一个IP公司 所以现在的股价在这边 如果获得支撑就有希望 往上来测试这个70块 那镜像光 他目前也是来到了前一波的这个支撑区 那他是做CSIS的这个感测晶片 那那个目前就是已经三四天没有跌破 如果说可以撑住呢 也有希望往100块来这边靠近 好那以上就是神盾集团的股票 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 感谢老师的分享 若想要了解更多的财应资讯 记得加入老师的LINE 还有Taglet 另外别忘了订阅老师的发授 个人频道 我们财经经理的事 下次见啰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